嗨,大家好,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战舰 今天星星继续为大家带来科幻剧集《黑镜之游戏测试》 这集将讲述一个年轻小伙进入虚拟现实,最后被活活吓死的故事 男主角库博是一个背包客,这天他又收拾好行囊准备上路 路上母亲打来了电话,却被他拒接了,两母子的关系似乎有点僵 环游世界之后,库博来到了最后一站,英国 在餐馆中,他被隔壁打拨的情侣撩得有点纯心荡漾 于是也拿出手机约了一波,两人约在酒馆见面 库博向妹子狂吹一通周游世界的经历,妹子心想 哎,这小哥有趣啊,于是两人当晚就滚了床单 醒来后,库博的母亲又打了电话,但还是被他无情拒接 妹子询问他咋不接电话,库博微微一笑 你是急着做儿媳妇吗? 夜宇结束后,库博打算回美国去了 但是当他买票的时候却发现银行卡里居然余额不足 他打算向母亲求助,却不好意思拨过去 这多没面子啊 无助的库博只得再次来到妹子家中 他决定去打一些零工 在招聘软件上,他看到有一家游戏公司在招募测试员 这是由天才摘腾开发的一个神秘项目 妹子建议库博去偷拍一些独家信息 一定可以大赚一笔 于是他来到了摘腾的公司 女助理负责接待了他 在进入测试之前,女助理关掉了库博的手机 并且告诉他这个测试需要进行一个无痛的小手术 库博趁着女助手去取合同的时候 赶紧偷拍下了神秘项目并且给妹子发了过去 很快女助理就回来了 她在库博的后颈上植入了一个类似芯片的小玩意儿 接着就启动了系统 就在这时,库博的电话却响了起来 又是来自母亲的电话 女助理表示很纳闷 见鬼了,我明明关机了 他关掉了手机继续进行测试 库博发现桌子上竟然冒出了活灵活现的吐蕃鼠 女助手告诉他,那其实只是一种意识投射 于是库博便兴致勃勃地拍起了地鼠 还没等他过扣瘾,测试就结束了 这时女助理告诉他这其实只是部分测试 如果库博愿意参加完整测试的话 他将获得更多的报酬 还沉浸在游戏体验中的库博爽快地答应了这一题 女助理将库博带到了老板斋藤的办公室 再次给他注入了最新开发的神经软件包 斋藤告诉他,神经软件将会利用库博自己的思维来吓唬他 之后库博的测试地点被转移至一个古堡中 女助理和他商量好停止测试的暗号 并离开了古堡 库博一边喝着小酒一边读起了书 这是一只蜘蛛爬了过来 被惊到的库博一脚把蜘蛛踩死 看着空空如也的脚底板 这才意识到这只蜘蛛也是意识投影 还没等他平静下来 库博又发现原本切的画居然亮了起来 里面似乎还有个人在看着他 库博一个走神 竟发现画里面的人站在了他的面前 库博被吓个半死 好在他很快反应过来 这个人也是虚拟的 再次度过一劫的库博继续喝酒给自己壮胆 这时却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 等他打开门才发现 来的居然是滚床单的妹子 妹子告诉他 库博正在进行的这项测试非常危险 之前已经有好几个人因为这项测试而离奇失踪 不过这一回 库博很快就拆穿了妹子的把戏 我都没带手机 你怎么可能定位到我呢 被拆穿的妹子没有罢休 拿起刀具向库博刺了过来 接着妹子的头又变成一副骷髅头 被吓尿的库博将骷髅头狠狠按向了身体里的刀具 等他重新镇定下来才发现一切都是虚拟的 他并没有受伤 惊魂未定的库博要求停止测试 女助理告诉他 出口就在楼顶层的一个房间呢 库博打开房门 却发现那里什么也没有 原来是脑中的神经网络在耍他 精神崩溃的库博打算用玻璃取出后颈的芯片 这时女助理和斋腾终于出现阻止了他 但是女助理却告诉他 神经网络植入过身无法取出了 就在库博要被当废物处理掉的时候 他终于醒了过来 醒来的库博发现自己人在斋腾的办公室 而整个测试过程其实才过去了一秒 经过这番凶险后 他终于回到了家中 但是却发现老母亲变得不认识自己 而且一直喊着要打给他 库博再次抓狂起来 这时场景再次转换 库博和女助理又来到了第一次测试的房间 桌上又响起了母亲的来电 女助理这才说出真相 原来早在第一次电话响起的时候 整个测试就已经结束了 由于电话干扰导致神经网络出错 库博的精神也随之崩溃了 整个过程仅仅持续了0.04秒 整个故事到这里便结束了 在佩服编剧脑洞的同时 欣欣只想说一句 小老哥啊 早也给妈妈打个电话 不就没那么多事了吗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快来点赞关注评论 让星期陪你一起拯救世界